大家好,现在我要跟大家讲解要怎么做这个图丝的这个记录影片 所谓记录影片就是我们每次speech啦或者是IEGLE的那些影片呢 我们就是要稍微的包装一下这样子才会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那首先呢我们来来到这个HitFilm的网站 HitFilm是一个免费的影片编辑软体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网上网站上下载叫做HitFilm Express吧 他应该对应该是HitFilm Express Pro的话是要付钱的 用来做这个普通的一些影片剪辑的工作是足够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建议用这个HitFilm Express会比较好 那因为我自己个人已经下载了呢 所以我就直接打开就好了 HitFilm 好,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往New这个地方就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Project 开完了一个新的Project呢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影片是什么规格的 那好,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影片是什么规格的呢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规格是1920x1080 好,1920x1080,对吧 1920x1080,对吧 那frame rate呢,这里frame rate是30 好,那不要紧,那我们就暂定30好了 因为我猜想那个影片应该是用30拍的 好,audio是48000,应该不要紧 就用48000,anti-aliasing 应该不是那么重要 就不用想那么多 总的最重要这个1920x1080 先把它对上 先把它对上这个 理论上就已经没问题了 好,我们就start editing start editing 我们要先import 要先把这个影片 就是刚才的那些影片给汇入进来嘛 那就找 那我就拿Kevin的影片来做示范吧 好,现在我们就来import一下Kevin的这个影片 好,这是Kevin的speech啊 这是Kevin的speech 好,我们就把这个影片给open 这个影片出现在这个media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直接从这里把它拉过来 好,拉过来就行了 哦,他发现了 就是有一些settings就是跟我们的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就把那个editor sequence的那个setting的设定 就把它改成跟这个影片一样 OK,从这个影片里面看得到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得到 它是29.97而不是30 就是它虽然只是差一点点 但是对于电脑也是有差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按yes就好 好,yes了之后呢 它就进来了哦 这里它就已经进来我们的工作台 那进来了工作台之后 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 好,现在我们要打开的是 我会在Google Drive上面 加一个影片制作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像是这个logo 好,这个logo的话 这个规格已经是正确的规格 所以直接拉进去就好 然后这个info card 这个是PPT 那我现在跟大家示范一下这个PPT怎么用 这个规格也已经是正确的规格 那这个规格就是1920x1080 Full HD的规格 那这个字体呢 尽量用微软正黑体 微软正黑体哦 微软正黑体 讲三次因为很重要 然后这个地方呢 要用Monserrat Monserrat是 呃 国际 那个总会 他们的logo用的那个字体 就像我们的这个logo 我设计这个logo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Monserrat的字体 那大家如果没这个字体的话 可以免费下载 可以在Google上稍微查一查就有了 所以一定要用Monserrat Monserrat 讲三次因为很重要 这个也是Monserrat 好 这个也是Monserrat 那这个Monserrat是什么呢 这个Monserrat只是就把它unboot 这个就全部大写 然后unboot 然后这个就 这个小写unboot 这个就小写就不用boot 那这个字体呢 这个中文字体也一样是微软正黑体 那这样子的话就希望 每一个那个影片都会有一样的规格 那因为这个是Kevin的影片 那我们就Kevin Harrianto 然后比如说它是C 它应该是C7那一次 我忘了它叫什么 那我就暂时先这样子 demo meeting 2 然后是不是20号呢 我忘了是什么日期 那这个日期大家稍微查一查 法学院 法学院 法学院1303号 然后这个字体要改 Monserrat 好 这样子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按File Export File Export 然后Export成JPEG档案 JPEG档案就比较好用咯 那这个的话 高度长度呢 就1920x1080 1920x1080 然后就按Export 好Export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出现哦 它就变成一个JPEG档 好 那这个JPEG档我们要用来干嘛呢 现在我们再来一次 按Import Import 我们找到 你们各自下载的这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之后 要记得好好放好 因为你们自己会很常常要用到的 如果你们要就做这个影片的话 那这个Logo 要Open 然后再来一次 这个Info Card 也要进去 刚才的这个Info Card就派得上用场了 这样子呢 我之所以用这个PowerPoint的理由 是因为PowerPoint比较好处理 打字什么都比较快 做设计也都比较快 就是希望大家用PowerPoint做的话 就是会有比较那个一致的那个 那个效果 那如果比如说用HitFilm的话 恐怕会有点麻烦 那我在这里就教大家用这个 我们就先把它拉到后面来 然后再把这个照片 这个Logo放在前面 再把这个 这个Slide放在前面 然后这个就拉靠近一点 过来 过来 好 这是什么 这个也不重要 OK 然后大家来到 大家从Media这个地方 搬到右边这个Effect Effect这里呢 有这个Transitions Transitions把它开起来 打开了之后呢 这里有一些选择 那我们就用最简单 Dissolve 跟Cross Dissolve Cross Dissolve 这个就把它拉过来这里 那我们现在看看效果变如何呢 它就变成这样 它就变成这样 它要变成 键入的那种感觉 那再来一次我们做一样的东西 再做一样的事情 放在这里 就这样键入 好 理论上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在最后面这个地方 也就一样的 加上这个logo 加上这个logo 对 先加logo 然后再加这个slide 然后再加这个 Cross Dissolve 这个Effect 再加这个Cross Dissolve Effect 这样子就成型了 这样子至少这个影片会看起来比较有体面一点点 前面就上面还有我们的名字 还有我们的这个logo 还有我们的那个社团名字 然后 这个再进入 介绍这个 这个影片当中的演讲是在讲什么东西 这样子 OK 做完了这么多之后 别高兴的太早了 现在我们就要export这个影片 export呢 我们可以按这里 export contents The editor title has been added to the export queue 就表示说这整个 这整个editor里面的 这整个editor里面的东西呢 它都已经把它搬到export queue里面去了 好 那我们就现在去export吧 它就搬到这里了 刚才是editor 现在就跑到export这里来 export这里就加了一个东西 这个queue这边呢 这就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工作的那个 牌工作牌 就是说我们要先 他就说这个东西我们 准备要做了 就等我们肯定说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肯定要做了 那我们就按这个start exporting 好 大家看好 这个preset用的是youtube1080 因为毕竟我们要上传上传到youtube 那用这个应该就已经够好了 1080 不要用20160 2160的话怕那个档案的那个size会太大 好 现在这个 这个export 在export在进行中 那就请大家稍等一下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queue终于做完了 你们看得到这个做的时间 export的时间居然要一个小时 这应该是因为我的电脑有一点问题 因为毕竟我一边录影 然后然后就可能用了那个能量比较大 所以就花比较多时间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如何 那anyway我们就来看看了吧 哎 影片就出来咯 哎 出来了 前面就先就先有这个 然后再进入这个 哎 这样就有了 好 照这样看我们的影片就已经完成了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后面呢 后面是长得一样呢 后面拍完手了之后呢 握个手 握个手了之后就进入这个 对 这样就对了 好 这样子我们的影片就完成了 那这个就可以直接上传在YouTube了 好 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